刚毕业年轻人就想说给他一个机会 气愤指控原本想说帮忙协助贷书借款 没想到却遭诈骗 受害防众出面指控 1月27号时 汇款400万给一名张姓贷书 对方称一周后就会还钱 但2月中多次催款 后来只还10万 他就讲说他新竹有个案子 因为卡在那个二胎没办法贷偿 然后很急 因为那时候好像倒数几天 两三天就过年了 他一直掳我一直掳我 拜托一定要借我帮他过年 他过那个房子没办法过户 这名张姓贷书扬称要帮客户解决问题 而他的客户是卖家 因为房子有二胎抵押权的问题 无法顺利过户 所以他紧急向另一名房仲来借款400万元 希望可以让他过户顺利成交 但没想到都是一场骗局 受害房仲解释 贷书处理房屋买卖时 私下协助借贷并不罕见 希望可以帮忙客户顺利成交 完成业绩 但后来多次催款却一再拖延 加上看到社团寻人 指控证明张姓贷书 以投资名义卷款夺起来 惊觉有异状赶紧联系 但对方已经拒接不回应 他伪造文书被告 那个发现查得到 那还陆陆续续还有其他受害者 我不知道是谁 我们都彼此不认识 受害房仲调查 发现还有其他同行也被骗 遭诈共约1500万 面对被害人指控 张姓贷书不愿回应 张先生吗 就是有民众就是投诉说 张姓贷书之前任职的地震事务所强调 贷书行业是个人行为 对方早已离职 在外的个人行为无法掌握 其他房仲则提醒 房屋交易过程中 有合约以外的金钱借贷等异状 都要提高警觉 目前被害人已经报警 提高诈欺将进入司法程序 东森新闻由上邻居坊台北报道 周周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挑事件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都是在宁静的嫁人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 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 逻辑演绎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